10月1日 这个真有意思 每一次都在天台见面 我要的东西呢 我要的你还有一批蛋呢 啥意思啊 你上来晒太阳呢 给我一个机会 咋给你机会啊 以前我没得学 现在我只想去海洋俱乐部看海洋 去跟你老板说 看他让不让你去海洋俱乐部看海洋 不让我去海洋俱乐部看海洋 就等着让我去死 恭喜你啊 我就是海洋 你是海洋 那我是谁啊 接下来呢 咱们再来说说 乡七里边 一位坑爹的富二代 王牧生 王牧生那叫我厉害啊 你说那折腾劲 他简直就是 哪说三百字啊 对不对 拿着昏天灵和钱公圈转世啊 我觉得呢 王牧生给我们留下的印象非常的深刻呀 是吧 因为王牧生 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什么 所以说 我们跟富二代的差距都太大了 是不是 他的父亲 因为他是个富二代 他的父亲是一个歌唱家 不是 姓王 企业家对吧 是个企业家 现在呢 很流行什么 富二代 官二代 兴二代 是不是 这些词 我觉得让我们非常嗤嗤以迪啊 羡慕不已 其实你仔细想想啊 这个世界啊 它是公平的 对不对 虽然有那么些个富二代 拥有我们不曾拥有的东西 你比如说 金钱 权力 名望 豪车 别墅 名模 就是 and so on吧 可是咱们换个角度想想 咱们不是富二代 咱们拥有他们也不曾拥有的东西 这就是老天是公平的 我们也有 你比如说房贷 车贷 账单 欠债 他们有吗 对不对 所以各位兄弟姐妹们 我们没有钱 像我们一样是普通家人的孩子 对不对 我们就是踏踏实实的 好好的努力 我不做那些梦 就算做的话 也要考虑到现实一点 我就问你们 假设有一天 比如说 我这个彩票呢 我天天有钱 就这个 你说假设有一天 比如说明天开讲 我咔一下 我这个彩票 中了这个500万的话 你们怎么办 你们要中了500万 分我一半 还有一多半的吗 一半两次 还有500万 你们怎么办 买房 还房贷 给爸妈买套房 我跟你们说 你们这些想法 比如说中了500万之后 都是基本上改变自己的生活 对不对 改善生活 或者是有一部分 不学好的 说想再找个女朋友 你们都说 中500万之后呢 改善自己的生活 我跟你讲 我就是一分不留 全都给我爸 时光时光大写吧 不要再让你变老了